按理说就是before now 叫在现在之前 什么叫by now 很好 完全等于以前学的so far 什么意思啊 到目前为止 那你觉得后面该用什么实态呢 很好 应该没问题吧 你想到目前为止 必须用的是现在完成时 现在完成是我说的 可不是过去完成时 能明白吧 叫到现在为止吗 那请造个句子 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学了一千个单词 怎么说 by now I have learned one thousand words 没问题吧 那同学们再加难 那你猜猜什么叫by yesterday 就是before yesterday 它的意思就是 到昨天为止 或者到去年为止 我已经学了一千个单词 你觉得应该有什么实态 注意昨天就是过去 到昨天为止 是不是得用过去完成时啊 所以同学们这时候就造出这样的句子 by last year by yesterday I have learned one thousand words 到去年之前我就学了 不用去年 去年之前就已经学了 所以如果你够聪明的话 虽然这个实态是我们高二的事 当往下推 鼓梗再豪不涂不爽 什么叫by tomorrow 或者by next year 到明天为止 你觉得干我什么实态 很好 现晚 过晚 以及将来完成时 will 加have done 到我说来明年了 by next year by next year I will have learned one thousand words 到明年为止 我将已经学了一千个单词 根本用不着明年 是明年之前就已经学完了 所以你应该知道 by的用法就是 by如果加现在的时间 句子应该用现晚 by加一九九七交二零零三 这种过期时间 应该用过晚 如果by加将来时间 二三五零年 那必须用将来完成时 没问题吧 当然 你也可以用把这幻成before 有这个道理 那接下来 老师 by跟before不一样的地方 就出来了 before不光可以加时间词 还是可以加句子吧 I will tell you before he comes back by不能直接加句子 这一点要了解 by要加句子 咱们状语从去讲过 必须加俩词 注意by the time 是可以加句子的 by只能加词 于是就出现这么一个结构 叫做by the time I left my school last year 叫做什么意思 before the time呗 在我去年离开学校之前 by the time 也等于before 只不过等于before加句子 就是在我去年离开学校之前 我已经学了一千个单词了 那同学们 你看by the time 跟by加过去时是一样的 如果by the time 后面加的是过去时的句子 后面还得用过去完成时 你看 在我去年离开学校过去 之前就已经干完这事了 那如果你够聪明的话 如果by the time 后面加将来时 那后面是不是用将完啊 by the time I will leave school next year 到明年 我将离开学校之前 我将已经学到一千个单词 不用明年 离开学校 明年九月份 明年七月份 就已经学过了 能明白这儿吧 那接着我们来看 这句没问题 以下语句有语病 你知道哪儿错了吗 有些同学 如果之前 状语从句学得好 就知道哪儿错了 by the time 你可以复习状语从句 它等于比辅 引导的是 时间状语从句 时间状语从句 在别的时态中 无所谓 还记得在现在时 将来时中 叫做 主将而重现 所以不要为我 直接写 by the time I live school next year 到明年 我离开校之前 我将怎么怎么样 所以你就这么记吧 当by the time 后面加的句子 是一般过去时 那它的主句用过完 如果by the time 后面的句子 是一般现代时 主句用将完 就这两个可能 所以这就是by 以by the time的用法 高考中 你要认清 它到底是by 还是by the time 那我们先跳过 这个喊一道题 那同学们来看 上海春季高考 往往都是比较简单的 来一起来看看 by the end of last year another new gymnasium gymnasium是哪儿啊 体育馆还体场 体育馆 水利方这样呢 鸟床那样的英文 叫什么呀 stadium 这叫体育场 踢足球的 这叫体育馆 反正封关那个词 另外一个体育馆 将在北京 北界 或者已经被界 或者正在被界 不知道那个时代 但我知道 得用被动语态 都是被动语态 首先by 没有加句子 加的是时间 像在去年年末 之前吧 before the end of last year 它加的是过去时 这个动作在过去时 之前发生 得用那个时代啊 叫做过去完成时 不用去年年底 去年年底之前 这个心体育馆 就已经被建成了 估计去年十月份 就建好了 能明白吧 那同学们 什么时候叫加句子呀 来看辽宁卷 这时候 一旦加句子 by只能加一个时间的词 而by the time 加句子 哎 叫做 在 by the time 还是等于笔付 叫杰克啊 从英国回来的时候 回来之前 他的儿子就怎么样啊 已经毕业了 没问题吧 不能用进行时 毕业一下结束了 不能持续不停的 b 没问题吧 所以同学们 如果知道这样 你看by 也等于before 这块你完全可以 换成before before the end of last year by the time 也等于before 这也可以说 before Jack returned home 所以你看 before 既可以加名词 语法中 管这个 要借词 也可以加 句子 起这个连接 句子的这种 语法中 管它叫连词 而by 再不一样 它只能当个时间借词 加名词 它要想引导句子 麻烦写成by the time 一种反样 加过去时间 后面过完 加过去时的句子 后面主句是过完 能明白这意思吗 如果明白的话 光选不行 最终的目的是 你要用 虽然文走走的 那同学们 我们试试by the time 加句子 来替换我们初询 最熟悉的笔锁吧 来看一个 在我到达车展之前 公交车已经离开了 本来你首先想的之前 跟你讲before吧 以后别用这么弱智的词了 咱们一起试试 叫做by the time 注意by the time 后面不要再给我加个位置 直接加句子 I arrived at the bus stop 我就简称the stop 很好 公交车注意事态啊 the bus had already left 是不是挺简单 那在你造一个 在我报警之前 报警 call the police 这个小偷就已经 disappear消失了 能一起说吗 后语说 by the time I 注意这儿 一定是一过 call the police 你这儿过完 那儿也过完 这俩都不行 我说过去完成 是不能单独使用啊 by the time I call the police the thief had already disappeared 继续 在他上中学之前 我就已经上大学了 叫做一起说 by the time she went to middle school I had already 上代就可以说 attended university 或者gone to university 没问题吧 这就是by the time 一出现 也是不完的考察 在写作中 多有考察 这个学术 他们就给你解释解释 说一篇高考的作文 一孩子当时 在公园里读书 听到有人喊救命 于是第一幅图 过渡到第二幅图 就冲到岸边 结果发现 一个孩子溺水了 而旁边的人居然说 少管啊 跟你没关系啊 最后助人为乐 的一篇故事 有些同学 每次图一图之间 过渡叫过渡 极其生命不自然 只会用 then after that 什么secondly 这不是作文 真正过度 让老师读着读着 自觉不很容易的 很轻松的进入了语境 所以我今天 想试试 by the time 我想这么说 当我到达河岸之前 那里已经围满了很多人 包围叫做 be surrounded by 我们试试 当我到达河岸之前 怎么说呀 by the time 注意这儿 必须用一过 如果你这儿 不用一过 那就没法用过完了 因为过完的出现条件是 必须用一般过去时 I reach arrive 都行 必须用一过 reach the river bank 那个地方 eat 注意事态 had already been surrounded by a lot of people 没问题吧 句子出来了 你看这样过度 是不是很自然 这个时代用错了 必须用一过 叫做 by the time I reached the bank of the lake it had already sorry it had already been surrounded by a lot of people 那同学们 如果你要不喜欢这个 我也可以用 nose 的蛋 一怎么样 就怎么样 造 我是不是可以说 我一怎么样 就怎么样 举个例子 叫做 我一到河边 就很吃惊的发现 那里没满了很多人 按一下暂停 你给我把它写出来 暂停一下 想想 我一到河边 就发现那边有很多人 用no sooner 的hardly 问都行 你注意时态 谁是过完 谁是一过 能不能把它成功的 写出来 好 我不知道哪里写完 我们对的答案 叫做 I had no sooner reached the bank of the lake 但 注意家里 一定人句子 I was surprised to find that it was surrounded by a lot of people by so many people 都是挺好的 是不是啊 所以同学们 如果知道这儿了 那同学们 by the time 的句型 高考还是很多的 有的时候加词 有的时候加句子 有的时候比较难 它来个逆向思维 现在很流行 来看北京的高考题 这道题 当时错了一堆 when I talked with my grandma on the phone 当我跟我的奶奶 在电话聊天的时候 she found it weak 它听起来挺虚弱的 but 但是 by the time 就是before的意思 在我们 好像挂上电话之前 它的嗓音 已经充满了 生命力活力 我也不知道 这句子想表达什么意思 难道一挂电话 我奶奶高兴了 盼着我挂电话 这肯定 甭管它 是一个上下文 它肯定是从国外 那边原文 截取下来的 不用关注语境 通过语法 就能解题 你看 这是过完吧 主句 以前都是先给你 一般过去时 让你选过完 现在地上词 给你过完 我们学过 过去完整时 不能单独 使用单独成句 必须出现 一般过去时 它要放在它之前 最终地想都不想 只能选 say by the time we hung up her voice had already been full of flies 可以吧 那同学们 在加南 来看广东高考 he will have learned English for eight years by the time he from the university next year 他将已经 学了英语学 八年了 在什么之前呢 在他明年 从大学毕业之前 by the time 等于before 那同学们 终于考了一个 有点像的 将来完成师 刚才过完 这将完 这儿就得用 by the time 加现在时吧 主将重现 将来完成时 也是将来时 那同学们 现在时将来完成 过去时 过去完成 这就是将来完成时 那么高二 再给大家详细 讲述的考点了 所以这两道题 你可以仔细 开破一下思路 如果知道的话 我们来看 过去完成时 参考点第三 叫做必备词词 had wanted 在过去完成时 唯一可以单独成句 不需要一般过去 时出现的 就是这个词组了 因为它已经成了 约定俗成的固定搭配 有点心意气的味道 什么叫had wanted 一定这么翻译 叫我之前 本想做某事 你可以学我反正 我反正就 我本想去做某事 但是做了吗 没做 want to do 所以had wanted to do something 成了一个虚拟器了 当然你可以当此足迹 had wanted to do 叫我本想做某事 只是时间想 但没做 比如来看看例句 I had wanted to visit the museum but it is close on Sunday 我之前本想参观这个博物馆的 但那没去 因为周日所有的地方都闭馆 虽然这是现在时 没有过去的事 但这是唯一的一个词组 过去完整是给单独成句 因为它的意思叫 原本想而未做 类似的词组还有几个 希望你一起记忆 分别叫做我原本希望去做某事 但是没做 怎么说啊 I had hoped 你还记得hope加土度还是doing吗 当然肯定也是加土度 来看看例句 Bill had hoped to retire at 60 retire退休 but they persuaded him to stay on 动词公文家表示继续做这个动作 那它的意思叫做 Bill原本希望六十就退休 肯定的意思 没成功 他们说服他说一服他 才继续在公司待一会儿 那同学们 那接下来什么叫做 had expected to do 叫我原本期待着去做某事 做了吗 没做 以及大家高二我们会讲 mean to do的意思叫做 打算做某事 我没打算伤害你 I didn't mean to hurt you 我昨晚打算给Dana打电话来了 I meant to phone Dana yesterday 那同学们 什么叫had meant to do 注意mean的过去是初中学过 mean叫我原本打算做某事 做了吗 没做 had a plan to do 我原本计划去做某事 没做 你谈处度不用我说了 也叫我原本打算做某事 没做 三个同义词 也要记 可以单独成句 什么叫think about 考虑没问题吧 about是个借词 所以它是要加多应的 我原先考虑做某事 但做了吗 没做 就常见这基督词 had wanted to do had hoped to do had expected to do had meant to do had planned to do had intended to do and the last one had thought about doing 注意这些词单独成句 虚拟词的色彩比较重 比如同学们 请来造句 他怎么去罗马旅游 但是所有的航班都被定满了 应该怎么配 他本打算本考虑去罗马旅游 怎么说一起写吧 he直接上过去完成时 had thought about travel就变成 注意他的后面 traveling 没问题吧 这句话就写出来了 那他原先打算去罗马旅游 但是航班被定满了 来来看第二句 我mean to do 打算做某事 我打算给我父母打电话 但是我不能找到一个phone box 电话屏 所以就没打 所以他的意思是虚拟器 这个动作以事实相反了 我之前本打算给我父母打电话 怎么说 I had meant 注意mean 变成了发音的音变 ment to call my parents 没问题吧 那同学们继续往下看 she not expect see David again so she was delighted 非常高兴 when they met at the conference 当他们在会议相见的时候 她非常的高兴 她之前原本没料到能见到 David再次见到 expects加土度呢 能迅速搞得怎么说吗 she hadn't expected to see to see 后面照查 David again so she was delighted when they met each other at the conference 那同学们继续 I hope have a relaxing day 我希望 我希望 好像是我希望有一个放临 放肆那天 但my cousin 我的表妹表姐 和他的五个孩子 不期而遇到了我们家了 叫做 我原先本希望去有一个放肆那天 怎么说 I had hoped to have a relaxing day 是不是挺简单的呢 你熟读 第一部分便能选出就行 来看一道高考模拟题 我们 这这这没有这个 我们怎么样 you would fix the tv set this week I'm sorry I too but I've been too busy 我怎么样 但是我之前到现在特别的忙 好暂停一下 你告诉我答案是什么 好 那么同学们答案出来了吧 答案居然两个都是A 咱们翻译 我们本来期望着你能给我们修这种 后来现在还期望吗 不期望放肆计器 对不起啊 I didn't have to do 我之前本打算做来了 但是我特别忙 就是一种虚拟器的表达 当词组计就可以了 如果知道的话 那么同学们 过去完成时结束 我们迅速来看过去将来时 因为如果你讲过清楚过去完成时 那过去将来时也太简单了 因为它跟过去完成时一模一样 不能单独实用 那怎么才能用呢 前面必须出现一个一般过去时 如果下一个动作发生在这个过去时之前 我用过完 如果下一个动作发生在过去时之后 我用过将 半残废时代过去将来时就结束了 有人说有这么简单吗 那同学我们就看看 现在的一般将来时和过去将来时 它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在顺带手的复兮复兮将来时的用法